美國海軍宣布他們一艘軍艦穿越了台灣海峽 展示美國致力於印太地區的自由與開放 上誌《日本橫須賀港》的美國海軍第七艦隊 在當地時間星期二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說 米利握斯號導彈驅逐艦依照國際法 當日在國際水域實施了一次穿越台灣海峽的例行航行 這份簡短的聲明重申了美國長期以來的立場 說美國在國際法准許的任何地方飛行航行和運作 美國海軍上星期六發表米利握斯號推續艦在南中國海航行的圖片 並在圖片附文中說 這艘軍艦正在在第七艦隊行動區域內執行任務 同盟友及夥伴增進協同作戰能力 同時為支持印太地區的自由與開放 提供準備就緒的應戰力量 中國軍方指責美國軍艦穿越海灣海峽製造安全風險破壞地區穩定 中國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施毅大較升旗二說 戰區組織海空兵力對米利握斯號驅逐艦全程抵近跟監警戒 並且誓言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中國外交部也指責美軍打著航行自由的房子 已在台灣海峽姚武揚威之時挑釁 上個月美軍杜威號導彈驅逐艦和加拿大皇家海軍護衛艦溫尼柏號 聯合穿越台灣海峽後 中國軍方指責美加歐連挑釁性質惡劣 並且指解放軍東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全程跟監警戒